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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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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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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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世间真的没有一点快乐 这个世间任何一个存在 都是变化无常苦的空的无我的 你如果在这个世间觉得很甜 今天你刚好在谈恋爱很甜 那个就开始中毒了 因为你觉得很甜 今天一个老佛教徒 每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突然他女儿生小孩 他抱了那个孙子很甜 他不知道那个孙子是他过去的老公 还抱着他睡觉 那你的阿弥陀佛又不见了 天天的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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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阿弥的立场要带小朋友吃素了 那个吃素不是慈悲 那是执着他 阿弥是吃素了 但是我执着这个小孩子 我特别疼他 所以我也要他吃素 好像外表是对 但是内心里面阿弥根本不吃素 因为他内心里面在谈恋爱了 他要找到生病的春天了 阿弥就有些爱上那个小女儿了 小孙女了 所以这一点你要了解 当你有所觉得哪一点让你快乐 舒服 特别喜欢 那你就完了 然后这个孙子回家三天 阿弥睡不着了 阿弥睡不着了 阿弥才知道说 我做生意的呢 然后又被他抓住了 各位这你要小心 你真的要 你在这一点 今天你结婚了 你开始修行了 你老公去出差 哎哟 你祝福他 我借这个机会修行修行 而不是想他 所以你想一个事情 执着一个事情 你不喜欢一个事情 这个都是无名 那你要懂得分析你自己 千万不要保护这个无名 保护我的欲望 就像我经常办短期出家 我都劝他们 要发信出家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结果好像第四次 他去谈恋爱了 带他男朋友来说 把短期出家 你们说办结婚点 因为我学佛 我要带他学佛 目的呢还是自私 他就不会对不起我 他就不会搞协议 我只跟他讲说 你们这个婚姻一定不快乐 记住我这句话 但是我只会劝他 这个是不好的 因为你已经了解 出家的意义了 不然你干嘛来短期出家 现在很多后悔了 因为我这几年来 我看了太多了 两个年轻人刚在一起 我就劝他走离开一点 后来没多久听说谈恋 后来结婚了 现在生三个小孩了 然后还在跟我提师父 很苦 如何如何 这个都是自己 谁顺自己的无名 明明错了 你会找一百个理由 来覆盖你这个错 因为这是不符合佛法的道理 所以既然这么自在 干嘛找一个痛苦呢 所以我想各位在说的时候 在跟他们念 自己要回光返照 你现在在执着什么 放不下什么 爱染什么 包括出家人也会 哦我要盖寺庙 哦我要做主持 我要做什么 我要达到什么 所以实无众生可度 要 不管你在做什么 都要了解 它只是一个幻化的 不要有所求 以无所得顾 你才能够真实发菩提心 菩提撒多 不然你就开始 你会觉得你是对 骗自己一次 骗自己一百次一样 然后就不断地轮回 所以大家要 这十二因缘法 多去思维 经常思维 不要太懒惰 打喝碎 散漫 然后摸东摸西 就像各位太太 在家里洗衣服 擦地板 一直摸擦 反正一定要早事做 对 真的没事的 打电话给儿子 你在哪里 不然呢 打电话给旁边的女朋友 继续穿门子 反正整天都在 一直往外忙 然后佛教只是他的信仰 夹材 夹材 才不会生病 然后放生 不会多多三合 到有福报 会健康 他还是在做 但是他没有从内心里面 在做 在修行 他只是一个 佛教师 是他的一个 生活的依赖 所以 动物道就是鱼吃 所以他才会做动物 所以要特别对这些动物道 讲了十二因缘法 然后我们自己也要告诉自己 任何一个时间的念头 都是要保持智慧的状态 不离开现实的因果的空性 不离开我们的 对动机 我们是一个悲心 菩提心 你要抓得很紧 甚至把它当作一种戒律 菩萨戒 菩提心戒 三昧耶戒 这是我永远离开这个 我就换戒 而不是我们嘴巴在说 但是实际行为就做不到 所以你要把你的意思 变成你的行为 照做 那各位一定要 个性一定要 不能冲动 也不能散漫 也不能与我无关 所以虽然我们急着帮助众生 那更要保持冷静 分析 因为什么才是最恰当的方法 去表现 去做那个事情 那这个要实时注意 七十二页 为他们说法 大家一起念 用悲心 当你在说法的时候 你就代表本是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因为你有这个悲心 所以 虽然我们不是佛 但是我们用佛的法 想要来帮助对方成佛 也在净化自己 所以你要转化自己 生就是释迦牟尼佛 讲了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心是释迦牟尼佛的圆满的觉悟的心 那各位 经常这样练习 经常这样练习 让生口意 在法的状态里面 千万不要说 刚刚被骂了 到现在还吃不下饭 这种人最不好修行 真的会修行的是 你现在骂我 可能三分钟 起心动念 等一下我就放下了 马上就放下了 你不要把这个念头啊 一直抓在你心里面 就像谈恋爱的人 他一直抓在他心里面 他一直想要看到这个事情 他想要抓住他 他不能离开他 那这个 这个已经 跑到你心里面来了 你这种负面的 跑到你心里面 正念就不在了 一个位置不能两个人坐 一颗心不能装两个发 所以 你要把自己 一直提醒自己 当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这个是无名吗 这个是符合佛法吗 要如此 念经的时候是为了 就像我们现在 面对这些苦到众生 希望他了解你苦 因为这个悲心 而且在这个悲心的时候 你自己也深刻的去了解 里面的真实的意义 希望对方能够 也体悟到这个 十二因缘法 那这个时候 你就很容易开智慧 所以 念阿弥陀佛 送心经 念大悲咒 念阿弥陀佛 都是在 为了众生 众生 一听到的时候 他才能够 马上 脱离痛苦 所以 你要把这个真理 灌输给他 就像他现在 被手脚 被 被绳子绑了 他沉下去 快死了 你要 跳下去 跳下去 赶快把它解开 所以这个跳下去 是这种悲心 解开是一种智慧 要时时刻刻 保持在 这样的状态 去念佛 诵经 念经不是念给自己听了 不然就失去大悲心了 念经是念到心里面 由心里面 展生光 力量 行为 去 帮助众生 一直这样 嗡啊哄 嗡啊哄 拿摩 然后出去 不断地在 大转法轮 这个法轮的意思就是 断媚烦恼 断媚痛苦 那当你要 你要消除众生的烦恼 轮回痛苦 但是你 痛过你 消除了 你才能够 转对方 所以你转念了 对方就转 佛教的方法 绝对不是 你改变对方 你去指责对方 佛教的方法是 你希望你儿子好 妈妈好 儿子就好 你希望你的祖先去净土 你心在净土 他就在净土 因为你有个希望 这个就是一个愿 这就是一个力量 但是如果你心不在净土 你对阿弥陀佛信心不够 那他怎么感受到净土 所以大乘是在越帮助众生的过程里面 你越净化自己 越在越净化自己的智慧 越能够帮助众生的慈悲 那就在这种悲至双云 这两个如果圆满了 你就可以成佛 所以法无高低 并不是念阿弥陀佛 是高是低 还是我修什么圣身仪轨 是高是低 而是重点是这个动机 这种对内的跟对外的平衡 卑至双云 保持在这个状态 所以一直去累积 这个两边的质量 智慧质量福德质量 所以最后都圆满了 就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才能够大圆满了 任运自在的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你敢下地狱 你转到大地狱去 你转到恶鬼道去 你转到兔生道去 就不断的去转化他们 就像我们现在认真的帮他们念 希望这些水路空的众生 他透过他进入他的世界 他的环境 他看到了其他的鱼类动物 他也去转变他们 我们现在等于灌顶了他们 授权给他们 他们去转动 所以并不是你会去 有谁有能力去救全世界的动物 但是呢 大乘佛教是少数 普度多数的 就像一只海龟 这次我们去 去印尼巴莱岛 救了很多很多巴弹岛 很多很多的大海龟 他就希望每个人就把 这个佛菩萨的力量 自己功德力 融入在这只大海龟 哇 海龟可以活好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他们会说最高的到达两千年 长寿是很痛苦的 长寿很痛苦的 对海龟而言 对不对 两千年在那边 鱼翅受苦的状态 所以但是如果他成为一个三宝弟子 我们给他念佛持着 愿他发起菩提心 这个变成他寿命两千年 那就有意义了 不是受苦了 是两千年的菩提心 虽然生命的本质是苦了 但是生命对他就有意义了 我想我们对这些鸡啊 羊啊 鱼啊 虾啊 念这个法 是希望转化他 透过佛力 大家的悲心 虽然他外表还是一只鸡 但这只鸡进入这个世界以后 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只要活着 我们都在供养未来佛了 他虽然飞出去了 他就度众生了 他的生命有他的因缘 哪怕他被吃掉了 那这个无意吃到的人 都得到了这个法的力量 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转变了 愿所有友情都能够发愿 因为愿力的生命会成佛 业力的生命随时在轮回受苦 所以各位愿力要强 你的愿力够强 你的业力不但干扰不了你 不断地净化他 净化他 就像你现在拖了一块冰块 这个冰块要来砸你的 但是你一直往前冲 冰块在后面一直磨一直磨 磨到后来化为水 没有了 他说如果你不发怨 那你就被这块冰块冰到了 压死了 就算你成为阿罗汉 你累劫的业 也会来找你 那阿罗汉只是一种新的瓶颈 而不代表所谓的 究竟生命的瓶颈 那法华经讲 佛讲一称法 唯有成佛 所以各位要开始这样 一直冲一直冲 不但拖着你的冰块 还要拖着众生的冰块 所以每一个菩萨发怨都是为众生的 承担众生苦的 怨力越强 业力就消除 不然这个业力会追上你 你就苦了 所以各位每天要不断地 去实践四弘四愿 实践对整个世间的悲愿 实践愿众生成佛的无上愿 不要 不能停顿 不能享受 很多人都说我好累啊 要休息 肉体就睡睡觉就好了 心不能累啊 心不管你关在监狱啊 心不管你在下午游锅啊 你都还在利益的众生 但是这个心态不能被 被外在的环境 肉体逆境而退转 退转啊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退转 因为他有自私的成就感 他就会退转 如果他是无私的奉献 没什么好退转 所以如果你是决心度对方 你怎么会退转啊 如果你只是跟对方谈爱情 那你当然会退转 因为有所求嘛 有所求你没失望 无所求不会失望 所以要不断地去分析 告诉他 离苦得乐的方法 究竟成佛的方法 依法发愿 依愿修行 所以了解了生死轮回的痛苦 众生都是父母 我们不能在自私探生时 我们要帮助众生离苦 所以按照佛法 众生都是父母 众生皆有佛性 不应该在自私满足自己 要发愿成佛 普度众生 所以要依法发愿 那既然发了愿 各位要实修 所以要实践 四色六度 真实去做 最后 帮助所有众生离苦 那各位要很真心 所以我希望各位经常 每天念一遍放生意鬼 窗户打开 鸟来吃了 一两块饼干糖果 蚂蚁来了 甚至你在窗户一打开 全面都在煮 煮饭 都是杀生 都是肉 你看下去世界有人 天空有鸟 地上有狗 水里面有鱼 那你要每天 为他们念放生意鬼 带着他们发愿 也让自己保持正念 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有些人做早晚课 是为自己在做 甚至有自己的目的 我做早晚课 我很精进 我有在做早晚课 我没有打开睡 但是 当然会有一点福报 但是你不是为众生 今天你念大悲咒 十小咒 念阿弥陀佛 发大愿 晚上忏悔 失识 所以我喜欢带人家做事实 至少还有个对劲 你知道做个事实 是为了众生 不是为你自己 但是有时候 有一些念佛 诵经词 都是为自己在做 这样我才可以得到一个位置 得到一个格西 得到一个被尊敬 那这些就跟大乘佛教 没关系 那至少 焉供比较不容易 但是有些人也是会执着 无所求的 希望他吃饱了 他往生净土 你有一个对劲 比较容易去修 当然能够超越 由相对里面达到绝对 相对菩提心达到就近 菩提心 那就一种空性的 自然的去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要用一种超越的心态 去对谈你的家人 而不是一种流露的过去 轮回习气的想法 让对方很痛苦 你也很痛苦啊 所以各位经常窗户打开 我要开始修行了 利益众生了 然后用你的行动去度众生 跟他吃饭 跟他讲话 给他钱 照顾他 老人病人 要用尽各种方法 但是不要让自己的念头啊 又在一种是非分别痛苦 所以生命的敌人是自己 不要去随顺自己 我很想骂人 我想要干嘛 这个时候 那你就 痛苦就来了 你要赶快惭愧 惭愧 赶快拜佛 所以你不要去随顺自己的 不正确的 就像你最爱的女人男人 要离开你了 你很伤心 但是这个是错 因为你不应该执着爱情 你不应该怕他离开 他要去修行了 所以你要祝福他 那你要告诉你自己 这样 你不能说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那就你没有修行嘛 你没有修行 你等一下还要照口业来 所以至少各位要知道 修行的目的在哪里 修行的目的 就像刚刚 你的爱人要去出家了 我妈你别命 我祝你 你赶快成佛 你千万不要在那边哭 你不要离开我 不然你我的死 你的爱人回头 你死到底死了 你去死 因为你用一种错误的想法 想要去害人是不行的 所以有人要去发菩提心 你不要障碍人家 有人要去出家 你不要障碍人家 所以 但这个世间人 因为了欲望 自私的感情 那你就会想要去障碍别人 我要赢过你 我要赚得比你还多 所以我不太喜欢做生意 就是这样 做生意 心肝会越来越败 对不对 我要赚你钱 我要赚你钱 所以叫奸商 各位以后你做的生意 是属于那种不用谈价钱的 我卖这个饭给你吃 让你很健康 我这个价钱 平价平价可以胜过 你卖得很快乐 卖得很快乐 那如果你去卖钻戒啊 那你就会贪心啊 你就会有野心啊 因为卖一颗 我就可以吃一年了 这样 这种贪心 那你要知道 你在卖的是什么东西 你把你自己的 这种善良的本性 都给卖掉了 那不是太浪费了吗 就像一个漂亮女人 去做舞女 陪人跳舞 睡觉 一个晚上可以赚好几万 那你划不来啊 你生生世世要下地狱 受无量苦啊 因为你破坏到人家家庭啊 所以我最近认识一个女生啊 她们找人家来找我啊 一看哎哟还长得很漂亮啊 结果一看 哇 看那个样子就知道 过去一定是叫轻柔女子啊 长得漂亮的轻柔女子 她说她们在勾引男人 破坏人家庭给钱 那这一辈子呢 可怜啊 交了六个男朋友 都跟她睡过觉 甩她 骗她钱 她就觉得很痛苦 我这辈子怎么可能 追求不到一个快乐的 别人有的感情 她家里有一点钱 她长得很漂亮 但是她就得不到 我为了这个东西 我还去找人印证 哎哟 我想的没有错 她真是一个高贵的轻柔女子 妓女就对了 那你得不到了 所以我就跟她说 你不能谈这个啦 好好忏悔 这个过去是破坏人家庭 邪淫 拿人金钱的业 好像你还有点善根 青龙女子也会拜佛啊 你赚了钱也会孝顺父母啊 所以你这辈子的父母对你不错啊 你喜欢去寺庙啊 她说你怎么知道 我还想过要出家 我说那个是逃避 那不是出家 所以那你要把握这个善根 你对你过去的错误 现在来找你的男朋友 都是过去你拿她钱 破坏过家庭 她还来跟你讨债的男人 没有一个真爱你的 因为你这个业没有消啊 你再教一打也没用啊 你过去想想 你可能破坏了一百个男人的家庭 那你现在呢 才第六个呢 后面还有了 那怎么办 消夜吧 忏悔啊 我说如果我是你啊 我忏悔完以后 还问问法师 有没有资格让我真心出家啊 对不对 你马上出家也不行啊 因为你这个心态 这种轻柔女子的心态 勾引男人的心态 玩弄男人的心态 还在的呢 除非你真实的生起一个 出力心 惭愧心 那是没那么快了 不是你想做就做了 嘴巴讲很容易 做到很困难的 所以经常有男生说 师父我跟你出家 我绝对不会跟你人在一起 你不用说什么啊 你还没看到 还没碰到呢 你先发誓好了 如果我跟女人在就下地狱 这个我就考虑了 对啊 你看你慢慢考虑吧 你发都不敢发 因为你给自己这个机会嘛 你还在等这个机会嘛 你敢发的人 你就会怕 开玩笑 我发过了 我下地狱啊 我不能 对不对 这个发愿很重要 发愿而慈戒 就是自己做不到 才要请佛菩萨来加持 佛菩萨给你做证明嘛 所以当然 持戒 发愿的功德很大 破戒 那夜战很重啦 因为你等于欺骗十方诸佛 欺骗所有众生 受了菩萨戒还退转 就是欺骗诸佛 欺骗众生 那不下地狱是不行的 所以各位你要出家 我都劝你 出家是好事 但是你要还属 那就是坏事啦 那南传法师可以 南传是为个人解脱 他也不是为佛陀 他也不是为众生 他还属 那他还有一点福报呢 因为他曾经出家 大乘不一样呢 所有众生的苦 我要来承担 所有诸佛的愿 我要来实践 诸佛加持你 对不对 所以就像你跟一个人说 你现在给我一百万 那我将来一辈子 我好好的报答你 结果对方就好 一百万给你 结果你跑掉了 你看 所以菩萨戒 为什么说不能退转 所以你退转 那痛苦很多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各位 我们劝大家出家 没错 但是呢 千万不要出了家 过日子就算了 不想精进 不想改变 所以不接受劝告 那这样就很可惜吧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 老和尚每天看到 要发菩提心 是是是 跪啊拜啊 求老和尚加持 那我不退转菩提心 不能有私心呢 不能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每个人都要盖道场 盖金色 你是为众生吗 还是为自己 有时候 自己都分不清楚 是为了面子 还是为了真实利益众生 真实利益众生 别人也感受得到啊 那只是一个 一个名 一个我也有 我也拥有 甚至我们出家也会 你看 哦 信徒那么多 好像我成功了 因为我有信徒 我有人听我讲课 我有人来参加我的法会 如果这个观念 而来得到一个别人的认同 那是在造物业 因为呢 就是不要输人家 这是一种傲慢 这种民立想 这种目的性 目的 它不是一种 一种悲心的东西 目的 所以我讲 这个各位一定要分析哦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要教各位 念要念得很认真 你念得很认真 真实要让众生故意 真实带着众生懺悔 发愿 真实带着众生发菩提心 真实要 要引导众生往生净土 你自己一点也不执着 因为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要让自己 要让自己很强烈的 每人分分秒秒 哦 忘记的赶快拉回来 我要 我要 我要带着所有众生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有这样子的悲愿 拉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 大家来念佛啊 念佛当下就往生净土啊 我们也引导了清明节 所有为超度的众生 人类亡魂 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真心 我们为他们 忏悔广秀功德 带着他们归一 然后呢 现在要带着他们 当下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的心愿 早就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不会再退转了 所以一个还没有结婚的男人 女人 她已经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我问各位 她还会结婚吗 她还会结婚吗 不可能的事情 她结婚以后还会生小孩吗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她要带着 所有堕胎胎儿去极乐 她要照顾的是所有孤儿 她要帮忙的是 所有学校的儿童 愿他们发菩提心 那她就没有那个私心 如果你有私心说 我想要结婚 我想要 为了我的小孩 你就完全没有厌离心 你完全在执着 这个世间的快乐 你怎么可能会怨生西方净土中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 真心的发愿往生净土 那你必定会 会成佛 因为你是真心的 佛力就加持你 因为你自己不执着世间了 所以这个世间是苦的 西方是清净的 清净的菩提乐 你要分析得很清楚 所以有曾经人家找我 师父啊 帮我念一念回向啊 希望我赶快找到工作 我说你现在缺钱吗 还好啊 那不用工作啦 念佛啊 广快修行啊 最好出家 不是很好吗 世间的工作那么难找 但是也不是消极的出家 你要去了解 你的思想要改变 改变 如果一个女孩子懂得学佛了 发愿往生西方了 她先生有外遇 她会痛苦吗 晚上就够比爱 是吧 晚上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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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生不相信你 一父很不舍 一出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快乐得不得了 因为他对世间 没有这个执着 然后因为你在念佛吃素 结果你先生有外遇 结果你又颠倒了 那你根本是假念佛 假吃素 你只是执着这个佛教 这样会想一想 赚一点功德吧 怕自己堕落恶报 所以要真心的念佛 各位要真心的念佛 今天你学佛了 你儿子被车撞死了 真心的念佛 死亡可以让他去净土 可以让他去净土 叫他不要脱胎做人 人有福报 因为做人你还是轮回 这个是末法 所以有时候下三恶道 反而容易超度 投胎做人就很难超度 对不对 像我们在渡王魂 我讲五分钟他就超度了 我从早上讲到现在 你们都还没超度 因为等一下你还要弄弄头发的 你还要说我口袋有点小钱 你想要干嘛 因为你是个人 你这个人 你这个业报 现在要转换 这个业力把你绑住了 你可能要等到老 还因为决定你又没有要往上 对不对 你现在还有一点人的这种习性 贪婉 贪婉 就像上回有一位美丽的女人 来跟我讲师父 讲一讲后来就知道 她老公有外遇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她很痛苦啊 那我说这没什么好痛苦 那不是正好修行吗 老公有没有给你钱 有啊 那你太有福报了 又有钱 没事这边晃来晃去 那你不是正好念活修行吗 那她继续哭 那我就说 危机一直来 原来她要找我 哦 她还想要没虚蜜也好 说不对 没虚蜜也好 对不对 哦 她想要转移哦 很多人是这样的 老公抓不到 抓儿子 抓孙子 抓 就是要转移 最后没办法抓一只狗来 因为她要转移 因为她不想要有个失落感 她认为爱情 抓住一个感情 是她生命的快乐 这就是完全不了解佛法 或是男人要抓一个权力 我要做会长 我要做会长 有些女人 她就是很傲慢 她就是 我希望很多男人都爱我 她根本不爱男人 她只是一种傲慢心 被磨 然后呢 卡住了 她就是要去找男人 然后诱惑那些成功的男人 她觉得她 哎 你看 连那个成功的男人 坐在台上的都被我诱惑 这样 她根本不是在爱对方 她只是在爱自己的外表 肉体 觉得她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这些各位一定要分析 修行一定要多去分析自己 或透过别人来分析你自己 不然一直觉得说 我这个想法观念是对的 这个世间最难就是这样 她一直觉得是对的 你跟她讲 她就会找一些理由来解释 来唐筛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有一点成就感 你不能让它破掉 它是靠着这个成就感在生活的 但是佛陀呢 叫打破我们的任何一个执着 自负成就感 彻底的打破 要我们彻底的放下 不然你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现在劝人家往生进度不容易 但他快死了 再劝他就好了 痛苦啊 前途茫茫啊 对不对 至少不知道去哪里投胎啊 那个时候他就会 赶快一念来这次念 佛利加斯把他拉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经常的问问自己 到底我为什么修行 我为什么要来参加法会 如何如何 如果知道自己一个观念错了 赶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加持我加持我 让我不要有这个不好的观念 不正确的想法 这个叫 念一下 转妄念为佛念 对 你要把这个虚幻的邪的成为一个正念 你赶快念佛 因为自己做不到 如果做不到 我们就不用念佛了 对不对 我们做不到 我要生气了 南无阿弥陀佛 我要起欲望执着 南无阿弥陀佛 我又不爽了 赶快南无阿弥陀佛 你一次 两次 三次 终于就摆平了 不然你就一直在一个 一个错误 颠倒梦想 所以 事实上 会生气的人 就代表自己的脆弱 自己的不依靠 他是用生气来保护自己 用骂人来保护自己 用男女的身材 情色来保护自己 事实上 你 里面都是肮脏了 有什么好骄傲 而且 这个身体 再漂亮 再性感 那个都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有什么好骄傲的 但是人人往往就有点 我就手漂亮 我腿漂亮 我头发漂亮 我车子漂亮 但是 事实上 对一个有智慧 所以叫智者所喝 就是说 有智慧的人会觉得 这个不好 就像各位 我常讲一个故事 各位都听过了 龙树菩萨 有一次在讲课 很多人在听 龙树大菩萨 她的妹妹 身材很好 胸部很大 她就趁着人家 讲到一半 她妹妹从中中 走进来 她希望我哥哥在台上 大家都看看我 你知道龙树菩萨多狠吗 你前面那两块肉要干嘛 龙树菩萨有她心通 她老妹不过是要来炫耀她的大胸部 这个很没面子 但是这个没有一针见血 她就破不了她的傲慢执着 所以她等了会生气一阵子 但是以后慢慢去觉醒 但是不这样 没办法打破她这种傲慢执着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记住 你不能表现自己 我喜欢 你喜欢什么那就错 没有 我为众生 所以我勉强自己做 可以 勉强 勉强到不用勉强 为什么 无我空性的 任运自在的 但是不能有一点 我喜欢 不管喜欢 就像有时候我看人家拿念珠 我就知道 那小子小心哦 他很傲慢 他拿念珠 念给我看的 他是要凸显自己而已 他要引起你注意他 他不是要来修行的 他不是把佛珠念在心里面的 念给众生的 他是挂着好看的 所以一个修行人至少还会分辨吧 所以各位你要相信你的直觉 有时候你一个直觉知道 他是有所求来的 他是有不好的目的的 所以那我们要回向给他们 来 法会功德 回向人类心中 各种无名妄念 各种贪念 各种磨念 恩阿佛 那么大悲观音菩萨 那么不动如来 对啦 就是说 你看到对方有不好的 你也慈悲为他提起正念 提起正念 但是你没办法保证可以改变他 但是至少我们为他回向 祈求佛 加持他 这样 如果他还是骂你 那是我的业啊 那不是佛没有力量 对不对 这是我本来我的业障啊 这个业障我更惨悔 更回向而已 好 所以我们大家来念佛 好不好啊 念大声一点哦 念到亲民扫墓 父母祖先 所有王者 特别动物有情 马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希望大家 行菩萨道 一定要慈悲 慈悲的人 一定不杀生 吃素 放生 护生 平等的普度众生 所以要把这个法 永远的留下来 千万不要因为 种种的 信经社会的不了解 那么就 放弃了 放生 这种诸佛常驻之法 所以我想 各种的形式 可以把它变得更好 更圆满 但是内心里面 绝对不要去批评啊 放弃啊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要成佛 那你样样的圆满 但是 历代主持大德 就不断地坚持 这种放生 慈悲之法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放 调查好了解好 那当然也配合配合 社会 正确的方法 那这些 任何一个慈悲 都要用一点 智慧 善巧方便 但是呢 法 是永恒的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他 七十七页 你也讲 放生就是救命 放生就是还在 放生就是救急 放生就是持悲 放生就是觉悟 放生就是实践 放生就是积极 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改命 放生就是解冤 放生就是消灾 放生就是止病 放生就是救清 放生就是严寿 放生就是菩萨 放生能助生息 二 地藏十轮经 放生诸功德 一 长寿 二 慈悲心自然升起 三 善神为友 四 所有动物 己任为亲而欢喜 五 无量功德 六 众人恭敬 七 无病无伟害 八 快乐永幸福 九 生生世世 尽信佛陀所行 十 不离三宝 十 一 忠或无上菩提之国 十二 师父善知事 长久住世 为师让灾其福 十三 往生净土 三 一个人放生 可以免除一个人身家的疾病灾难 众多人放生 可以挽救世界的浩劫 改变世界的命运 四 经三佛活 最好的消业方法 莫过于放生 世界上最大的恶业 莫过于杀害 我才一 反过来说 世界上最大的善业 是莫过于杰杀放生 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你能依我的话 尽快量力买生物放生 就能征服严寿 五 寒三问时德 放生可成佛佛 答曰 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人能救物之苦 既能成就诸佛心愿意 故一念慈悲 救一物命 是一念观世因也 日日放生 则慈悲日日增长 久久不息 则念念流入 观世因大慈悲海矣 我心几是佛心 焉不不成佛乎 故知放生因缘 非小善之所能比 凡我同愿 以广行劝勉 善令群生 同归悲化 从过去佛陀以来 所有救护生命的功德 乃至我们今天已做 乃至未来不间断地做 这些介绍吃素放生 保护众生的这种心态行为 从内心里面随喜 而且希望自己的生命也融入 这样子的一个功德海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救护生命 不自私的 保护所有生命的这种心态 那你永远就快乐了 一个人之所以痛苦 他就是有我质 我爱 我恨 我喜欢 我想要干嘛 这种贪嗔痴 每一个人的生命要转为一种平等 无我的 我们不断地强调 大悲心 菩提心 所以真快乐 希望你的生命只要站在那边 众生就超度 那个叫佛 见佛得解脱 对不对 礼佛 念佛 拜佛 都可以让众生脱离三恶道 所以将来还可以成佛 不得了 那么多宝路来 永离山途 得无上道 但是各位 你现在就要开始累积这个功德 希望你的身体 希望你的声音 希望你的名字 希望你的一切一切 所讲的话变成经典 让众生可以离苦 所以成佛多殊胜 但是你为了要成佛 你要不断地戒杀 放生 护生 念经 广结善缘 布施 那你这样子的善业 只要是回向众生 无上菩提 那你这个善业永远存在 最后呢 圆满成佛 就像佛的向好庄严 都可以布施给众生 消无量业 成就无量功德 一句阿弥陀佛 就可以成就 不可思议了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佛 但是各位更要一直精进 自己努力 追求成佛之道 所以所有功德 学佛过去这样 供养给众生 回向无上菩提 所以也不断地 祈求出佛菩萨的加持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那么功德尊天 这个在佛教也叫 大功德天 大功德天 然后他是排在第一 为什么 他也是个佛菩萨 这个大功德天 就是一般在念的 念一下 吉祥天女 他就是一个 试给世间吉祥 这叫吉祥天女 然后有个说法 他就是北方财宝天王的太太 然后他的妈妈是谁呢 他的妈妈就是各位在照顾胎儿 住身娘娘 欢喜母菩萨 鬼子母是他的妈妈 然后这个大功德天 他呢 右手拿莲花 这个拿莲花就代表把所有的功德 布施给众生 左手呢 左手就拿的 有时候拿水 一直在撒钱 走到哪里就撒钱 佛经说 撒金钱如流水 然后布施金钱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 所以大家称为他叫大功德天 事实上呢 他是世线女人 然后当然他为什么有这个功德呢 在金光明经里面写的功德天品 在过去有一尊佛 念一下 宝花功德 海流离 金山宝 照明如来 有人简称叫 宝华功德佛 在这个佛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大功德天已经种下种种的上根 所以他种这个上根他发愿了 他可以随他的念头 他的眼睛看到哪里 他人走到哪里 都可以使无量的众生得到世间的快乐 所有的财宝 而且想什么就得到什么 知具珍宝 西街巨竹 所以 而且大功德天说 只要有人 称念礼拜金光明经 所以我们念一下来 那么金光明经 我们也供在上面 只要有人 供养金光明经 来供佛 乃至用种种的香花灯土美味 来供养 金光明经 或是供养 大功德天的时候 乃至念诵他的名字 再念一次来 那么大功德天 那么吉祥天女 然后这样供养 然后供养的人 想什么就得到什么 这是大功德天的愿 得到资财宝物等等 诗实功德 书圣行 无边圣福 皆回向 普愿沉溺 诸众生 素网无量 光伯差 十方三世 一切佛 一切菩萨 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词曲 李宗盛 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重拾你的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重拾你的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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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